我们现在是在四川老家 然后今天回来的时候 我把平安拴在这个门口 就以前拴富货的地方 好家伙 有路过的直接交富货 看起来就富货像嘛 但他们也不认识啊 因为是狼狗 然后呢我刚刚出去了 出去办点事情的 就离开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 平安昨天给他买了个新网 放在这个门口的 等我回来网不见了 吃饭都完也都没有了 哇不见了 这在龙村哎 在我家门口哎 我就离开一个小时哎 哇没了 啊好好无赖哦 然后现在是拿了一下我家的网 准备给平安做个牛肝啊 今早上买的牛肝 这个没有办法了 只好把我的网给你了 好 现在给平安做牛肝 但是我家没有米 那就直接煮个牛肝吃吧 今天买的牛肝 四块钱一斤 这里是28的 够他吃好几天了 给他切块生的 看他吃不吃 他吃的 但好像就是怎么搅的动 你这条狗哎 你怎么没有搅和能力啊 哎吃了 他又吐出来了 哎他又吃了 他又吐出来了 给他切小点 然后用水煮一下 我去拿个塑料袋 转眼的功夫 狗脏巨货 他从上面给他掉下来了 啊 不是你这 你这 你这 不可以偷吃 把它切小一点 这边的话已经该煮好了 这边切小一点 放冰箱里面 然后下一次 拿出来的时候好拿 不然太多了 我在这边切牛肝 平安在旁边坐着 地上掉了两块 这里啊 这有一块 再有一块 他在人的面前性格真的好好 但是我刚刚出去 出去的一个小时嘛 回来之后就发现他 把我的房套垫给撕了 把这些东西 弄成这样子了 好 那我再把这些最后一点切了 切了几坨 可以过去几天了 给他做了一碗油干 然后拌一点狗粮 放这里 拿 做好 平安做 爱做不做 我真的是没有耐心教他了 快来吃饭了 给你听到平安吃饭的声音 好 好 2 3 3 3 4 5 6 6 10 10 10 11 11